嗨 大家好 我是我太太 然后我现在在踢她的脚底毛 然后踢脚底毛的时候呢 要非常的小心 千万不可以踢到指腹以及脚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剃刀用完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用这个弯弯的剪刀 然后来修脚旁边多余的大帽 现在我们拿出指甲剪 要来剪指甲 要剪指甲的时候呢 狗狗都会很紧张 然后你们一开始要先安抚他的情绪 让他比较平稳之后就可以开始剪了 好 那在剪指甲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剪到血管的地方 仔细欲诱刻下是黑色的指甲 黑色的指甲接近血管的地方 上面会有一点剪到那个白色的根部 到白色的根部之后就不能再往前剪了 好 那边我们看到的 好 那我们先回见 好 那我们来说 好 那我们先回来 剪完毛就可以幫他們洗澡了 然後洗一洗之後勒 因為毛都剪短了嘛 所以吹乾的時候會比較快一點 一般外面寵物美容都是洗完澡之後 然後才開始幫狗狗修毛 那你在家裡就是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在家裡洗完澡後 接著乾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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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